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在Uban2下 咱们搭建一个Luby on Rails开发环境 是这样 因为从今年初 2020年初 我的公司正好做了一些Luby的项目 主要是框架在 Rails上 包括外部开发 包括一些后台的批处理的程序 我感觉用Luby开发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快捷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今天做个视频推荐给大家 今天这期视频 我先给您讲解具体的安装方法 如果说对Ruby on Rails开发 或者说对Luby开发感兴趣的朋友 今后我会再做一系列的相关的开发课程 好 咱们先少去 今天咱们先讲解 如何搭建Luby on Rails开发环境 咱们从零开始做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咱们在Linux下安装RVM 这个RVM是个什么东西 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如果想用Luby的话 Luby的版本更新很频繁 对不对 那么咱们应该有一个好好的工具 是吧 让咱们来管理多个Luby的版本 让咱们可以在实际工作中 随时切换咱们想用的Luby的版本号 对吧 那么咱们就需要一个第三方工具的支持 其实管理Luby版本的工具很多 像我个人来说 我用的比较熟的是RVM 当然还有Luby ENV等等 今天我给您推荐RVM的安装以及使用的方法 同时今天咱们的课程 还要安装一下Rios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6.0.0了 是6版本 对吧 6.0.0 咱们今天都要安装一下 好 咱们先少续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 首先咱们先装一个必要的前提工具 咱们马上开始装 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新安装的 这个Ubuntu 20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在这个的基础上进行安装 我把这给您调大一点 您看得清楚对吧 好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试试 首先咱们先安装必要的工具包 哪些包 CURL 这个是一个HTTP协议的存取工具 主要用它来download的一些个脚本 然后Git 是这样 Git并不是必须 但是作为咱们长远考虑的话 Git你也需要安装 同时在本地库 再安装一个钥匙的工具 GNUPG2 好吧 咱们先安装它 Go 试一下 OK 安装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快速 安装完之后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 有的包 因为前两天我做其他课程 已经都安装过了 但是如果您没安装的朋友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不过也会很快 好 安装完前提工具包之后 接下来咱们需要装一个Node.js 这主要是用到它里面的NPM 怎么安装 前几期的视频 我给您已经介绍过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以前的视频 当然了 您说我不看视频 我就现在去安装怎么办 您通过这两行命令 就能够安装上 我安装的是最新的12版的LTS 好 咱们看一下 安装完之后 Node-V 这是我的Node版本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NPM的版本 OK 我当前就是基于这个版本 进行今后的安装 好不好 OK 咱们Node装完了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再装一个样 为什么 因为Luby内部有好多的依赖库 它不光是用NPM 它也用到了样 同时 过几天 我可能在准备 现在准备当中 给大家再做一个react Facebook react的开发框架的讲解视频 以前我做过VUE的 今天我准备再讲解一下react 有新女朋友 前两天有朋友说 能不能再讲一下ungular 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好 先少叙 咱们先装样 马上开始 Let's go 清屏 OK 这个是下载它的key文件 然后把它加到本地库 OK 再接下来 这个是把样的库加过来之后 然后咱们做一个系统更新 然后通过我这个命令 把样装上 Go 其实NPM跟样的差别不是很大 可能在一个项目管理的概念上 稍微有点区别 他们的参数机构都差不多 而且这个NPM的库 用样子直接就能够安装 非常方便 好 咱们装完之后 看一下样子版本号 12应该也是最新 OK 今天的准备工作 咱们算都做完了 接下来 咱们要安装Luby的版本管理工具 这是RVM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说到这个RVM还有个小插曲 因为我一直不在用这个RVM 今年初的时候 这个RVM的这个域名 到期了 结果我在访问的时候 访问不上 是1月几号 我忘了 如果那个时候 我要抢住这个域名的话 进入这个域名就归我使用了 因为这个域名 从这个失效到右连接上 也就是30分钟左右 那个时间我发现了 如果那时候我抢住 这个域名就是我的 但是我比较有道德 对吧 所以我就没有抢住它 这是一个小插曲 咱们访问一下 看一下它的官网 因为我这个用一下这个RVM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 急着提倡给大家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然后呢 它里面又有这个安装步骤 您按照这个步骤走势 也能安装上 同时RVM有好多的参数 在这个地方也都写出来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来 我给您总结出了 它如何安装的步骤 您按照我的课程当中的步骤做 就可以安装成功 OK Let's go 回到我的课程当中的步骤 在本地先装一个key 我清平了 稍等 好 试试 go OK 装完成功之后 接下来 这个是下载它最稳定的版本 OK 这个也成功 然后是这样 如果是这个Mark的朋友 也要执行这个命令 为什么 因为咱这个命令 是将咱们刚刚下载 这个RVM的脚本包 安装到咱们系统路径当中去 这步一定要做 好 咱现在做一下 当然 如果您要是用这个Windows 加putty的朋友 您这个终端的设定方式 要写成 以share的方式进行运行 就可以 OK 我刚刚是仅仅是加到了 我的这个Bush profile里面 然后咱们在手工再执行一下 因为刚才咱们已经 通过这行命令加进去了 所以您下次在login的时候 就能够自动生效 咱们先手动加一下 好 既然之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要用一下这个RVM 对不对 怎么用 首先RVM-V 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追 清评 go 1.29.10 这个看起来是目前最新的版本了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用它 首先咱们应该先看一下 咱们都能够安装哪些个库 它不光是Luby嘛 它其实还能装一些别的 咱们就看一下 用哪个命令 下面这个 RVM list known 已知包 注意看 清评啊 大家请看 这些个包都通过这个RVM 可以安装 大家看 还安为Luby啊 然后往上走 往上走 咱们装什么 咱们就装这个 大家请看 它支持到了 Luby 2.6.5 同时有朋友说 我想用最新的怎么办 您也可以装2.7.0 都可以啊 大家请看 后面加的中国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可选项嘛 如果我直接敲2.6 那么它就给我装上 这个2.6.5 如果我敲2.7 它就给我装Luby 2.7.0 对吧 以后 以后随着这个版本更新 这地方会有好多的小版本号 这时候呢 你就按照它的提示去安装 中国号的内容 可以不敲 好吧 OK 咱们先少叙 马上装一个试试 这地方 咱们因为我是 主要讲解2.6 相对比较稳定 对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装2.6的版本 咱们装 注意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这直接敲 RVM install 2.6 为什么我不敲全了 因为刚才那是加中国号 你说我上刚才那个地方 我敲全行不行 这个地方我敲全了行不行 当然推荐您把它敲全了 对吧 敲全了 更严谨 让您看得更明白 对吧 OK 那咱们先少叙一半 开始啊 按照我的课件做 也能够成功 咱们先装个2.6 清平了 Go OK 2.6安装成功 然后怎么办 咱们用这个RVM list 看一下咱们本地都装了哪些个包 目前咱们仅仅装了2.6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能够看到2.6 咱们试一下 清平 Go 大家请看 我本地装了一个Luby 2.6.5 对吧 然后前面这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警号加个新号 我是当前使用的版本 并且呢 它是默认使用的版本 比如这个地方 咱们还可以再装个2.7 对吧 那么咱们就要选择了 当前使用哪个版本 然后呢 如果咱们都不指定默认使用哪个版本 在这地方都可以指定啊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安装的Luby这个版本啊 用这个命令执行一下 没问题吧 2.6.5 完全的可以啊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再看一下GEM GM相当于什么 GM就相当于NodeGIS里面的NPM 包管理器 咱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最新版本 308和265 对吧 OK 那么咱们装了2.6了 有朋友说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能够搬奔管理 而且能够随时切换 对不对 那么我再装个2.7行不行 完全可以 马上看一下 这地方咱们装2.7 Go 清一下屏 Go 正在安装 OK 非常的快啊 我今天这网速还算是可以啊 然后咱们再通过刚才的命令 咱们先通过这个R Luby杠杯看一下 咱们目前是什么版本 2.7 为什么 咱们安装之后 马上就试用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通过刚才的命令 这个RVM List 看一下 咱们本地都装了哪些内容 并且当前是哪个 默认是哪个 对吧 咱们都能看到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加星的 是我默认要使用的版本号 但是因为我刚装了2.7 还新鲜的 所以这地方 当前使用是2.7 如果我当前 如果我现在 退出我的终端 再启动的话 那它又回到2.6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怎么办 咱们用什么话上 进行切换呢 试一下啊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现在要切换使用版本 我切换成265 对吧 现在咱们Luby杠V 看到的是2.7 对吧 我把它切换成265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用RVMU字 然后敲上这个全称 可以吧 咱们切一下 切完之后 咱们再杠V 大家请看 现在我Share中 使用的版本 就是265 然后咱们RVM List再看一下 都过来了吧 默认是它 当前使用的 也是它 可以吧 那有朋友说 我就想用2.7 怎么办 非常简单啊 往下走啊 默认版本号 以后我就不用2.6.5了 我以后 不管是默认 还是当前 我都想使用2.7 您敲这行命令 就可以啊 咱们试一下 这行命令的效果 就是说 把这个等于号 加这个新号 完全移到2.7 这样以后 咱们默认是2.7 对吧 是这样 因为咱们 使用各种各样的包 它是挑Luby版本号的 比如说 老的Rails 可能指振2.6 甚至指振2.6.2 2.6.3 对吧 新的Rails 可能指振2.7 都可能啊 所以这地方 咱们要做一个切换 非常的必要 试一下 好 切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清评啊 RVM List 大家请看 我默认是2.7 我现在当前 使用的也是2.7 不信 咱就看一下 没问题吧 2.7 0 以后 这个Luby出更新包的话 咱们还可以 随时的下载 随时期望 咱们想办法 非常的方便 OK 那么 咱们运行 咱们安装完这个Luby之后 咱们是不是需要执行一下它 怎么执行 我在本地给您建个文件 咱们试试啊 咱就建一个闷 点Luby 然后我这儿写了一个简单代码 拷贝过来 看看啊 退出 然后直接敲Luby 空格 然后跟上这个MAN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 这应成功吗 我这里面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勾股定理的运算啊 非常简单 这没什么 但是说明咱们Luby安装成功了 咱们现在是用2.7的版本 对吧 那比如说咱们再期望成2.6 咱们再用一下 怎么做 肯定可以啊 这个地方 咱们把期望成2.6 RVM看一下 咱们默认的是2.7 但是咱们 这个想用2.7 咱们当前版本是2.6 但是我现在因为 开发更希望用2.6 所以这地方我把它 改回成2.6 不管是默认 还是当前咱们都用2.6 可以吧 看一下 没问题 然后Luby-V 也没问题 对吧 清评Luby 加上刚才咱们的那个Main的测试文件 咱们再试一下 能出来5.0 也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 也是最后的部分 咱们安装一个Luby Unreal 的最新版本 怎么装 目前的版本呢 是6.3.2 咱们就装这个版本 咱们装之前 咱们先到最新的网站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当前的版本 就是 6.3.2 咱们试一下 这是它官网 进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6.0.3.2 对吧 咱们就装这个版本 好吧 咱们知道最新的版本号了 那么咱们在这地方就要挑GM 对吧 这是包裹管理器 Luby的包裹管理器 Install Rails都没问题 然后指定咱们安装哪版本 不指定的话 它会安装最新 咱们这地方我推荐您指定 特别是在生产环境 OK 咱们就用这个命令试一下 Go 这课件可能时间有点长 实在不好意思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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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安装成功 好 我把它清一下屏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实际做一个外面用程序 不过在之前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安装的Luby的Rails的版本号 6532 没问题吧 OK 那么如果咱们想建一个Rails的工程的话 它给咱们提供这个Rails的命令 对不对 这个命令说起实在话 有多如牛毛的参数 今天咱们是第一期 咱们就选择非常简单的方式 咱们就是敲Rails New 我建一个工程 然后买Web 我的工程目录名是什么 就够了 好 咱们就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咱们建一个试试 Go 它给咱们建工程 同时安装依赖包 OK 安装成功 今天网速还算可以 好 咱们成功了 安装了 或者说建立了咱们一个Web项目 然后咱们进入Web项目 咱们简单的执行 实际上因为时间不想太长 所以说咱们进入项目之后 今天咱们什么都不干 就直接运行台下 稍等 我这本机的IP这个地方 是这样 咱们可以运行一个Rails自己的服务器 然后咱们后面指定一个绑定的IP 今天咱们为了简单起见 我就直接不指定IP了 咱们就绑定127就可以了 OK 咱们只要访问127 默认的端号3000就可以看到 默认的Rails的应用程序是个什么样子 咱们看一下 OK 大家请看 出现这个画面就说明咱们Rails最新版本 安装成功 图示单 大家请看 用到哪个Ruby版本号 用哪个Rails版本号 都能够看到 今后呢 有时间的话呢 我会给您讲解一下 Web界开发最快的开发框架 Rails的一些使用的knowhow方法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进步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视频 所有的内容了 这个呢 是我的GitHub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我的课件呢 都会传到这个GitHub上 原代码 你说我不想这个看你视频敲 您通过我的GitHub 也能够看到这个原代码 同时呢 下面是我的小马视频的官网 有兴趣朋友呢 也可以访问一下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有兴趣朋友可以动手敲一下 马上就能够理解哦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